我跟她在一起 就是吐她挺老实的 没那么多花花肠子 后来才知道她是在骗我 她说她28岁 前两天我才知道 她已经36岁了 我一直不敢告诉她 怕她知道我正十年龄后 就不跟我在一起了 其实我显得 等感情稳定后再告诉她 我真的不是有意想骗她的 我现在才觉得一切都是假的 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 让我尽快和她结婚 根本不是真的爱我 我真的好后会和她交往 我是真的很喜欢她的 希望她能听听我的解释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挽回她 希望她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欺骗也分故意和无意吗 来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阿福三十六岁来自福建 保险销售 女嘉宾小文二十三岁来自福建 代业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老妹 你们俩谈恋爱谈了多久了 大概半年了 怎么认识的呀 就有一次我在跑业务的时候就去她 她在咖啡馆上班嘛 我就去喝咖啡 之后就说觉得她服务不错 人也很温柔的嘛 然后之后就经常跟朋友啊 同事啊 去她那店里喝咖啡 然后久了久之就说交一信嘛 后边就慢慢说夜出去看电影啊 吃饭啊这样子 喝咖啡喝出来的女朋友 最一开始的时候 我听说是你要来我们这个节目的是吧 对啊 是要说说存在的问题 是 就是说她跟我矛盾嘛 来这里让嘉宾帮我解决 跟大家做一个交代啊 小文姑娘现在是懵的 本来人家来这个节目呢 就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就跟节目组说了 福建得到天津来啊 那么订了从福建来天津的飞机票 这对飞机票一定出了大事了 这个时候你才知道 也就是说你到天津来之前才知道 她的真实年龄是三十六岁是吧 在此之前你都不知道是吗 完全不知道 我觉得整个人都 晴天霹雳一样 都晴天霹雳了啊 骗人家了 主要也不是骗啊 主要刚开始的 还说不是骗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说 年纪比较大实在是比较多嘛 就不好意思直接讲 因为还有一些同事啊朋友就说 我长得确实是像九零后嘛 你长得像九零后 然后呢 然后就自己感觉比较自信 人隐瞒就 就自信是吧 人隐瞒就像隐瞒吧 现在感情也不是还稳定 那说出来麻动越来越深 我这样 你脑子就一直在回想 我们以前的事情 回想以前的事情 我就觉得说 原先觉得都没什么大问题的事 现在想起来就觉得 他一直在营造的一种 骗局在洗脑我 把我变成他想要的 理想中的那种妻子的样 你跟我们说说 哪些东西是你觉得 过去是小矛盾 现在你觉得 其实是骗局的一个环节 我觉得他有心想 让我跟我的朋友疏远 就有一次是我们一起吃饭 就是跟朋友 还有他一起吃饭 然后大家都明明是聊得很开心 然后他找到空子 就插话就开始卖保险 就很尴尬 我就贼疑他不要说 然后他这时候 他就来了一句 你们如果说现在 不买保险以后生病 肯定会后悔 这话说出来 肯定当场所有朋友 脸都直接黑了 那你有没有跟他说 你以后不要在我朋友圈里 卖保险啊 我有说过 我有跟他讲 我朋友不太喜欢他这样子 在朋友卖保险 然后他说什么呢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卖保险很辛苦 然后他要赚钱 为以后着想 其实我有朋友就是跟我说 觉得他不太适合我 他可能就是察觉到 我朋友不太喜欢他 所以他就不让我跟我朋友出去玩 有时候还会说我朋友一些不好话 不是啦 主要是说 本来我们感情现在就有问题 那有了挑拨离间 不是让我们感情越来越疏远 误解越来越大嘛 他们挑拨你什么呢你觉得 他们有的就不正同我这个行业嘛 就会说赚了钱 可能不稳定啊怎么样的 除了这个你现在回想起来 还有什么是按照他的设计来的呢 我这两个月就辞了之前的工作 他就一直在逼我工作 但是其实我是想放松一段时间 就是学点我喜欢的做的事情 我现在报了两个兴趣班 想充实一下自己 然后他就开始一直提 就是那种兴趣班没什么用 因为都是一些就是艺术啊什么的 他觉得说浪费钱 然后就一直在念我 如果说只是普通的念的话 就是我其实觉得还没什么 只是建议而已 但是我现在开始接到 就是别人打电话过来的招聘电话 还有那种就是应聘的短信 刚开始我就懵得我又没有参加 就是我为什么一直有电话过来 然后有一次不小心就是看到他手机里面的信息之后 然后他帮我的简历偷偷放到网上去 就是硬逼着我要去工作的态度 那你这个不工作上培训班的这钱是谁出呢 我自己的 你自己过去的积蓄是吗 这个好奇怪 你干嘛决定人家的人生呢 没有啦 主要是说他不上班一阵子是没关系嘛 那你报信息班 报了油画 还有一个是什么琵琶班嘛 我感觉是没什么用啊 你觉得没什么用 但是人家不是说人家自己要休假休息一下吗 他说过他想要一个能好好陪他工作 生完孩子 然后孩子让父母带 然后能受心在家里面 就是照顾家里的这么一个妻子 我原先从来没有想过这种问题 但是现在想 他完全是在把我往他的那个方向去带 我问你啊 除了年龄你还有什么欺骗别人的小姑娘呢 没有 就欺骗了年龄啊 对 善意的谎言吧 善意的谎言 你还发现他什么欺骗过你吗 他刚认识我的时候 就是说他是什么销售经理啊 生活条件挺好的 还递一篇影片给我看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 他其实就只是一个跑业务的卖保险的 其实我不是挺在乎这一点 因为我跟他在一起就是觉得说 他这个人挺实在的 没别人那么多花花肠子 但是就是现在想 他一切的容忍 都是只是为了背后的目的做铺垫而已 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结婚啊 他说我们结婚以后 你会过什么样什么样的生活 他在给你画饼 是吧你觉得 画大饼 没有啊 你是 你是客户经理吗 是啊 是啊 你一个月是这儿那么多钱吗 这只是一个头衔而已 名片上都会这么硬的 理解了理解了 三十六岁对不对 对 你在你们老家 应该算结婚很晚的了 是 以前谈过恋爱吗 说实在的确实没有 之前的话 在厂里面 几乎都是没女孩子的 然后在里面一直待了七八年吧 你做保险有多久了 三年 在此之前你做的什么 之前都在厂里面做电工 在厂里做电工的 对 你说我问几个问题好不好 相处半年对吧 你在不知道他年龄造假之前 你们当时就是准备来这个节目的 对不对 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他想要结婚 我觉得 我觉得我还年轻 我现在还不到结婚的时候 就他催婚了 然后另外一个 我觉得我跟他的感情 也没到结婚的那个地步是吧 我问问你啊 你跟他交往 最看重他的是 我只是觉得说 在面前我很自由吧 因为之前其实是交往过男朋友的 就是一些很之间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一旦意见不合 我就会吵架会什么样 但是他每次到这种时候 他都一定会就是说 先退一步 他挺能包容你的 他会让着你 是这意思吧 如果他一开始就告诉你说 他三十六岁 你还会跟他交往吗 但是没有这个前提啊 就是我们认识 就是以90后为基础上认识的他 明白了 后悔不 骗人后悔不 后悔 之前也不是特地要骗他了 确实是说 大家 都有了评价 感觉都没那么老 然后我也 怕他知道我有那么大的不适合 他知道你的真实年龄之后 很伤心是不是 你给人道过歉没有啊 没有 那你先道个歉吧 你不应该骗人家对不对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那现在也特地抽空来到这边 也是真心希望说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 对不起 女生 咱们放他骗你这件事先放在一边 就你自己感觉在这半年的交往过程当中 这个男生对你好吗 我之前觉得挺好 但是我现在感觉就是挺表面的 就比如说 就比如说心情不好打电话安慰一下啊 或者说他刚好在附近 他可以过来跟你见个面啊 但是没有说真正的 有那种他很心疼你的这种事情 现在想来好像是没有的 但是那个时候觉得还是挺好的 所以这个事情就变得特别特别地复杂 在这半年交往的过程当中 小伙子是真诚真实地交往 还是用了一些这个手段 上了一些套路 为什么女生过去评价这段感情的时候还行 只是觉得没有到嫁的那个份上 但是也没有说要分手 但是就因为知道男生的真实年龄 和男生的这个谎言之后 女生现在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像一个骗局 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呢 老师们又怎么看待这一对的关系呢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来说你们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男生隐瞒了年纪嘛 其实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不少见这样的问题 他是隐瞒了年纪 有的人隐瞒了婚事 这一类人大部分都把自己的这些行为 统称为善意的谎言 可是善意的谎言是有界定的 怎么能称之为善意的谎言 就看这个谎言的结果对谁有利 如果对你有利 那这不叫善意的谎言 这就是欺骗 如果对他有利 那可以称之为善意的谎言 所以以后千万不要打着善意的谎言 去做任何欺骗对方的事情 到头来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接下来再来说你教条式的谈恋爱方式 你说是第一次恋爱 你呢 其实没有多少的恋爱经历 但是你的恋爱目的性却很强 你非常清楚这段恋爱我谈到底就是要结婚的 可是我结婚的时候呢 我是有一个要当我妻子这个人的一个标准的 所以你碰到这个姑娘 长得漂亮 年纪还小 你就要求改变她了 如果真的爱一个人 不是要求她改变 而是成全她 让她做她自己 所以 如果你在经历下一段感情的话 一定第一不要欺骗 第二 不要要求对方做任何的改变 想对女孩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时候发现问题 其实应该算庆幸 有些人注定是要让你成长的 千万不要对爱情失去信心 她可能就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过客 教会你一些事情 告诉你成长 但是切记擦亮自己的双眼 长点心 好的 祝你们幸福 阿福说自己是90后长得年轻 你确实不老 而且你不老实 爱情当中一旦有了欺骗 就变成了虚情 一切以自己的利益和角度 为出发点的关怀 都是假意 你说你是不是不老实 你骗她年龄 欺骗她 你在她朋友圈卖保险 利用她 你让她远离她的那些好朋友 控制她 你让她不要去上兴去搬 去上班赚钱 支配她 为什么 因为你想要一个那样的老婆 那你去找一个那样的老婆 你改变她 不能对你的父母有所交代 老实 就这女生一开始上来的时候 我们都不能理解 她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 一方面是因为你脆弱 一方面是因为你简单 还有一方面是 你本来认为 我找到了一个老实 对吧 结果发现她不老实 我经常在考虑一个问题 在这个世界上 有没有真正的老实 有些人看似老实 但是在利益面前 有的时候也会露出一丝脚鞋 有些人貌似精明能干 但是在错综复杂的形式面前 却能够表露出一种坦荡 老实是相对而言的 所以说一个人老实或不老实 不是你一双眼睛就能看得出来 人是一个多元的负变函数 它会随着时间的变化 而变化 关键是看你有没有用心地去了解 你将来跟别的男生恋爱 或者是与人相处 也一定要切记这一点 不要轻易地相信一个人 也绝不轻易地去污蔑一个人 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力 和长足的了解 好吧 对于男生来说 我亏你也说得出口90后 差了八岁呢 你怎么敢说呢 对不对 其实你最大的问题 确实在于你轻易地说了八岁的差距 对于自己心爱的人 不应该用所谓的计谋和计辞 有什么事情就坦坦白白说出来 如果在一开始你就向他合盘托出说我今年36 我就喜欢你在善良 我认为你是可以跟我一起过日子的人 如果他当初是这么跟你说 也许你可能不会接受他36岁的年纪 但多少对这个男生的本分厚道 就有了一丝尊重 对不对 姑娘 所以说这个男生一开始就判断了这些 我说36你一定不会跟我 我先骗了你再说 你撒谎失去了一切 你不撒谎至少赢得了一丝尊重 明白吗 我们宁愿要一丝尊重 也不愿意要欺骗之后的利益 和被别人戳破之后的尴尬 好不好 好 尊重别人 给别人道歉啊 就这样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 恋爱的方式过去很简单 是因为圈子 一个小圈子我们在一起嘛 互相介绍 现在互联网乱七八糟的 好像就变大了 甚至这个邂逅啊什么的 也变成了爱情的一种方式了 对吧 越是在这个时候就是 你不是在传统的方式上 去了解这个人的背景的 心形势下认识的这个人 我这么说 那是一定要了解他的背景的 因为你们是在谈恋爱 听明白了吗 所有的电视机前的人 都是一样的啊 我亲爱的年轻的朋友们 这件事是特别特别必须的 因为是保护自己 就是你决定开始 跟那人交往起 就得让那个人和盘说出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特别重要 因为我们交友方式变了 过去是同班同学 他干嘛 你太了解他了 现在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跟他交往 不看不行 我这么说 他也是说你 对吧 别着急结婚 下次碰到一女的 想给你骗了 你还被骗了 一样 做一个对自己负责的人 也做一个对别人负责的人 请你们慎重交往 更慎重交心 来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这段时间也不是说 真的是想骗你 我们走过了这半年的点点滴滴 其实是说我们两个真的 没有互相的去真正的了解 你也不要生气 你也不要生气 我之前说过的话都是真的 也对你也是真心的 希望我们两个之后能够继续成为朋友 我很庆幸我今天能过来 要不然也许某一天我要等到到明镇局去领镇了 我才会知道原来你在骗我 我也不是真正的想骗你 确实是说 请亮灯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请开门 还有要说的吗 没有了 谢谢你能来啊 加油好吗 好 要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记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我老婆结婚三年半了 现在呢有两个孩子 他总嫌我这儿不好 嫌我那儿不好 还总是嫌弃我父母家务做得不好 我现在也很烦恼 我该怎么办呢 其实两个孩子的妈妈是非常艰辛的一件事 他嫌弃您这儿不好 那儿不好 有没有想过嫌弃的背后是什么呢 是否你对他的关心太少了 或者说对他真正的心疼太少了 如果真的从心底去心疼他 关爱他 我相信他的抱怨也会减少 祝你幸福 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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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